一个千年方 简单四味药 立湿 肾湿 造湿 吸干 沉黏湿气 中文有句话叫做千寒一除 易湿难去 湿气重的人天天觉得身上发沉 不想动没有劲 头脸爱出油 恶心想吐 肚子里还胀 为啥湿气这么难去呢 这跟他的性质有关系 湿邪性质粘腻 大家见过铺路用的沥青没有 谁要是不小心踩到了 是不是粘一脚很难清理 湿邪也是一样 所以湿邪进入人体以后 引起的疾病往往病程很长 反反复复好不了 比如说湿疹 风湿 这些大家都知道 都是慢性疾病 很馋人 那你说就拿着湿没有办法了吗 当然也不是 方法用对了 湿气还是无处可藏的 想去湿主要有三大法 立湿 造湿和渗湿 今天一次给大家讲清楚 首先是立湿 立湿就像是什么呢 水池里有水 把排水口打开 让水排出去 在人体呢 就是让我们体内的湿呀 从小便排出去 再说肾湿 肾这个词呀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我们平时出汗的时候 汗珠是不是从毛孔往外渗的呢 这就是肾湿 最后是造湿 造湿呢 就像是什么呢 平时有个湿衣服 湿床单啥的 着急用它不干怎么办 找个暖气啊 烘一下 让水分蒸发掉 这就是造湿 那么一圣张仲敬啊 有个方子 只有简单的四味药 但可以说呀 是包含了这三大法 帮你把身体的湿气啊 吸干净 这个方子啊 就是灵贵竹干汤 其中 福灵 肝蛋立湿 贵之 振奋 新阳 还能够解表 让湿从体表排出 白竹啊 造湿剑皮 最后加上一味 质干草 剑皮 盒中 剑韵脾胃 防止湿气内生 但是呢 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 我们的目的啊 重在于分享中医知识 在临床中用药 一定要根据病人的情况 来进行辩证加减 如果你有需要 一定要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千万不要擅自用药 也不建议照抄原方